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是胡福奇尚 好像每一年的冬天我都会有一段时间陷入感冒状态 大家这个主要还是我的呼吸道的部分呢 天气如果降温降的太快啊 我就很容易会病发变成感冒 那我也非常不要命的呢 都喜欢挑这个时候呢 录一点节目 把自己今年冬天感冒的声音给录下来 那这也成了我生活记录的一部分了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分享这款 是Word Toys所推出的第39号的作品 它的名字叫做浩劫 是我期待比较久的玩具 因为它是恐龙形态 而且是翼龙状态 已经几乎就是把这个常见的什么 剑龙啊万龙啊暴龙啊这些啊 那么在空中呢就是属于翼龙啊 那么我很高兴呢 这个东西呢终于在台湾问世了啊 就很快的时间把它带了一款回来 那其实拿到手已经很多天了 那今天的话呢就刚好把它拿出来拍拍节目 那么这一款它有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 在这个胸口啊 不对在背上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这样挑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是有一个 这里看到啊有一个卡扣啊 如果你把它这个往后推开往上啊 这个翅膀的话呢就会自动的一个下锤 那如果你愿意这样去按的话呢 它都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一个效果 其实它就是靠着这个水蓝色的部件 推动白色的部件 它就会有往上 那如果你想把它往上举的话呢 就把它给卡住 那你往后松开 它就会有一个 就是反正会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效果啊 也算是这个玩具的一个噱头了啊 身上有非常多水蓝色的透明部件 很漂亮啊 然后眼珠子的话呢 也是水蓝色的部件 但是透光性啊比较差一点啊 打光的话呢 需要很认真打才能够看得出来 可动性也远比我们想象来的好啊 关节量非常的多 脚的话呢 我初拿到的时候呢 我以为它的脚要这样子犯啊 其实并不是啊 它是真的是比较长的 这个部分是后脚趾 那肚子有点大 尾巴有点可爱啊 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什么 火鸡吗 还是什么 不像翼龙啊 像是鸡的一个感觉 那翅膀 可以再完全睁开 睁到最大 它是非常占体积的一款玩具 长度的话呢 会超过15公分啊 应该会将近20公分 是一个非常巨型的玩具 而且零件 树就感觉非常的多 然后它的身上呢 有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 如果你不喜欢扣在上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考虑去扣在它的一个背上 植物池类的 那也是有一个透明部件 可以做一个收纳啊 从这个地方 轻松的把它给拿下来 进行一个收纳 待会呢 在变形成方块的时候呢 它也是要参与到变形的 然后它的一个背后 水蓝色的透明件之外 还有一些小字印刷 这些小字印刷都非常的小 那以我的老花眼是没有办法给各位看清楚上面写什么了啊 那我们就 哎呦呦呦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的建议把是先把后面这一块部件 把这个地方给松开来 然后两个这个背上这个泡 往上都提起来 那在这个地方灰色部件啊 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 我们把它给松开来 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 它是有个弹 会弹力和把它弹起来 我们把我们侧面拉一下 然后呢 到这边旋转180度 然后这个原本的尾巴部分呢 把它折个90度啊 跟这个地方就做一个抵柱啊 抵柱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松开来 这里 它有很多这种需要解锁的部件都解开来 然后呢 把它往下面 这里要出一点力气啊 才能够把它给掰开 整个给掰开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啊 龙的这个头呢 给锁到内部去 那锁进去的时候呢 是尽可能的 就把它头的话呢 跟脖子的话 往上是尽量把它给缩短一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凸啊 会从那个洞啊 会去稍微的这样子去露出来 而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变法 然后呢 我们再次的呢 把这个部件呢 给扣回去 等于是完单纯把头收进去而已 那么呢 背后这里呢 就直接腿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把翅膀掰开的话呢 就不要妨碍我们 就这样子 直接往上面 往后翻 直接顺着往后翻就可以了 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一个机关 然后这个地方 有一个结合的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 那这块部件的话呢 但是到这里就行了 那这里往下放 这里等一下会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 这一款的 零件很多 但是变形的话呢 却除无意料之外的简单 对 我们就有点 高估了它的变形难度 其实也不是说高估了 好像我看不起它的变形 并不是的 这个变形难度的话 我是觉得比较合适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的个人觉得吧 还是先把它的这个武器啊 给扣上好了 它这个武器的组合方式呢 是把它转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从这里扣上去啊 扣上去 我的习惯呢 是从侧边扣上去 然后侧边过来 它的这一块部件啊 是要塞到中间的这个空洞去的 塞到中间的空洞 所以我会从侧边扣一下 然后从侧边过来 到这里下来 把它咬合进去 然后呢 它的内部是有一个凸 跟凹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 非常轻松的 这个面就完成了 这里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扣住 然后从侧边过来啊 就是把这个白色的这个凸啊 放到这个肚子里头去 当然了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如果有一些部件阻碍 就把它躲过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部件 主要是这里 把它做一个结合 它这个地方 扣进来 把它给扣上 好 OK啦 这个地方就算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这个前方这里 我们要做一个步骤啊 先把这块部件给转折过来 然后呢 这一块啊 水蓝色的部件 是翻到外侧 再翻到内侧 从这个方向来做一个结合 到这边 把它给扣上 这里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先把这个 上面这块部件扣上去 把它锁扣给扣上 到这边 好了 扣上之后呢 我们再旋转这个部件 因为你转到这边 不可能嘛 你包上来 就一定不对 你转这边 包上来就对了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声音有点刺耳啊 这样子 然后把它往上推啊 你看到 这里有个白色的凸 这里有个洞 从这里扣上去 然后呢 这个手爪的话呢 是往后面 是往后面 推到底 是这样 只推成这个样子 好 那另外一边 我已经先推好了 那除了前方这里的组合之外呢 在后面这里 还是有一个水蓝色的一个凸 在这里面 跟这里有一个缺口 要做一个结合 所以它是前后都有 有要卡扣的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斜45度角的一个 凸跟到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上去 并不困难 并不困难 好了 我还是不要说并不困难 等一下就扣了半年 扣不上了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侧 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扣上去啊 原则上 这一款的公差的一个容错率呢 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比较高的 好 虽然它有很多的零件 但是变形起来 并不复杂 而且记忆点还挺强的 那我们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过程啊 从正面来看 这个形状确实挺好看 而且这是有一点点 这种白并不是纯白 稍微有一点点的灰或怎么样 看上去比较不容易去黄化 应该是可以蛮耐久的一种白色 也不太容易脏的一个白色 那所有的一个卡扣到定位之后 就如此这般了啊 那总体来说 在兽型状态下 大量的透明部件非常强烈了 那变形过程也是比较合理 比较简单的 个人期待很久的一款 World Toys的一个异容的玩具 这块算是没有让我失望了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